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我第一次去拍攝動作的場面 有槍火 然後也有追車 來 撈槍 來 撈槍 對 你應該不想下來之後 在前期我跟攝影都處在一個 蠻焦慮的情況下 比較大 比較激烈衝突的其中一場 就是在民宅那邊撈槍 我反應都不用演 因為真的很真 然後包含就是他的後座力等等的 我是連開 一直開 一直開 因為我記得在拍攝場戲的時候 我的腦筋是完全真的是空白的 在面對生死交關的時候 身體本能蠻有趣的 我覺得 這次有打到去撞車 這裏團隊也非常用心 也很保護到我們永遠 因為我本來是說那頂 我應該自己就在演 但是這裏團隊就希望說 可以聽一下替身來 我們真的請了特技指導 阿猴哥是在車真的被撞之前 即時閃掉 就是那個溝通 後來回講會很好笑 就是說導演你需要我在車上翻幾圈 那你希望我彈多遠 我真的會覺得很敬佩 志偉哥給我們的信任 還有這些特技的老師們 給予我們的幫助 開拍的這一刻 自己就會知道 再多的排演 再多的溝通 要拿捏的那一個時刻 其實是很容易發生意外的 所以會更精準而謹慎地 在處理這些鏡頭 照片